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10月19日 星期二 在星期二的正日同時 昨天林鄭就倒閉 我想大家都知道 雖然知道 但我也要說 開始 林鄭長官林鄭月娥昨晚在禮賓府倒閉 右手手蠶輕微骨折 她按醫生的建議 在馬尼醫院留醫觀察 特首辦回覆傳媒查詢的時候 進一步透露 林鄭不小心在樓梯倒閉 可能上樓梯下樓梯 她們的幾層 應該都是兩三層 她今早早9點15分離開醫院 被問及傷勢的時候 她只是回應說 多謝關心 她今天出院的時候 就由右手包紮 和戴上手托 碎了骨 披著這個Pink Lady 迷人Pink Lady的粉紅色外套 在保鏢的護送下 自行就步上七人車 期間就向採訪的記者 點頭和揮手 表示多謝大家關心 但面容就略帶潮水 我跟妳說 沒有人關心妳 妳的政敵 想妳死 不過我不是 我關心妳 妳要康復 知不知道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就是TVB 她的代表就這個網絡欺凌 今天就10點半 在立法會議員謝偉俊的陪同下 就去警察總部報警 據了解 胡鴻鈞 TVB旗下藝人 在下個月在九展開演唱會 主辦單位近日在TVB下廣告 有網民呼籲抵制演唱會 和留下恐嚇性的說話 TVB的發言人就說 基本上這些行為每天都發生 如果妳說幾多單 基本上我覺得是數以千單和萬單計 她估計數以百計的客戶和藝員都受到影響 這個TVB發言人就這樣說 她說近期發現再有網民在網上煽動他人對無線作出抵制 對該台的客戶和藝員作出無差別的網絡欺凌 包括滋擾威脅和恐嚇 造成精神的傷害和經濟損失 亦對香港的營商環境造成破壞 構成香港不穩定 為保在客戶和藝員不再受攻擊 她今天就報警 希望執法部門作出相應的行動 令香港的營商環境得以保持 從而令香港達到穩定的狀態 有沒有人知道是甚麼事 可不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她這裡就沒有寫 那些人留什麼言屌殺TVB 這個公務員事務局局局長聶德權 今天出席立法會的時候 被問到 隨著國安法立入入職考試要求 會不會擔心 令投考的公務員人數減少呢 聶德權就強調 要求公務員認識國安法是很需要和很合理 她又指最關注能否請對人 而不是關注公務員的投考數量 這個政務官出身的新聞黨主席葉劉 發言的時候就說 近年公務員備受批評 認為政務官應該為政府的領導階層 給人的感覺不夠愛國 不作為沒有承擔 例如在反修例風波期間 就沒有稱這個連動場 她說 這種政務官文化源於歷史的原因 因為過往港英的政府 只是訓練政務官為執行者 沒有訓練政務官成為領導者 她又指彭定康推政改麥理號 接收船民等 都是由港督作出決定之後 交由公務員執行 批評港英政府在回歸前夕 就推這個政治中立 還教這些公務員政治中立 跟專業範疇做事 那麼葉劉又說 很多公務員對未來大量開設 專員職位和新選拔的 聘任機制感覺到擔心 憂慮這個升遷晉升的機會 也擔心難以和內地的 不同文化背景人士工作配合 那葉劉又指多了人辭任公務員 不簽署這個聲明 即宣誓聲明 並非壞事 他直言 你不接受新制度新文化 你就不要做了 你認為政府 他認為政府應該說清楚 對政務官和部門首長有什麼要求 如果政務官不喜歡 新的要求就應該辭職 不喜歡就不要做 認為聶德權領導的公務員體系 自然 他自己說我都轉型了 即是他自己投靠了共產黨 大家都可以轉型 那誰還想考AO那些 自己想 香港渣打馬拉松會在週日舉行 籌委會昨天公布賽事安排 籌委會主席高威林在記者會上 多次被問到跑手衣服上 會否有標語字句 會如何處理 他都沒有正面回覆 直到最後有記者明確問到 跑手衣服上展現香港加油 會否有問題 或者影響其參賽資格 高威林回應說 香港一直都加緊有 認為香港加油沒有問題 再進一步被問 如果身上 衣色友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個語句 賽會會如何處理 高威林說 在賽會方面 就不關賽會事 意思是你可以穿所有 衣服去參賽 但之後犯不犯法 我想他會交給警方 另外 他又被問到 如果展示光是其次 他都說這個都不關賽會事 但是大家就不要去了 實際上被人拘捕 就是不要拿棋棋出去 再進一點潘媽媽 約他們公開見面那件事 一直協助陳同佳 的姓公會教棍 管浩明今天回應傳媒查詢的時候 他就說 同佳已經知道潘媽媽的邀請 但是他不會出席 被問到陳同佳有沒有解釋不出席的原因 管浩明就只是回應沒有 管浩明今天也都已經表明了 他自己不會出席和潘媽媽的公開會面 他說我相信大家都清楚 台灣方面暫時不同意 簽罰入境證給同佳回台灣自首 台灣的律師在早前已經代表 這個同佳向有關部門 表示回台自首的意願 但是暫時未得到進一步的消息 我所知鄧炳強 claro 蕭澤 afterlife 還有他其他同佳 周浩鼎還有李慧琴乎都不出席 這全部都不解釋原因 那潘媽媽 dapat我 images major 繼續怎樣做 你oren 我搞了分分鐘被人抓 國安法 快必案現在在審 被控煽動文字 案情就等他判了才說 但是今天就 有一宗 脆文在法庭發生 這個控方的代表 處理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恒 今早就問及辯方的證人 梁曉枝 報告裏面有關光復東沖的內容 梁曉枝回應說該描述是來自報章的報道 法官陳廣辭追問 所謂的報章是哪份報章 梁回答是香港01 法官就說 不是報章是網媒 我以為你說哪份 旁聽值日至少有三個人 大聲咳嗽 法官就問誰大聲咳嗽 一個男子站起來 他說我大聲咳嗽 法官質疑為何不可以忍 同時要求該男子離開 該男子回答 醫學研究說咳嗽是很難忍的 法官再問該男子是否有醫學報告的證明 該男子 一邊離開一邊回答 一般而言 咳嗽是忍不到的 法官閣下 該男子離庭之後 法官向旁聽人士重申 法官有權管理法庭裏面的秩序 如果有人不聽從 法官有權不讓那些人入法庭 並頒寧 既然這傢伙不舒服 忍不到咳嗽的話 我現在就頒寧他不可以再進入法庭 直至我頒寧取消為止 分享給大家 馬來歌手 陳芳宇和王明志 合唱的新歌《玻璃心》 暗寸內地的小粉紅 今個月在15日在YouTube推出 首日的播放量即刻破百萬 現在已經超過550萬 但這首歌發生之後 我剛剛講的兩位歌手 微博就被人停了 陳芳宇 陳芳宇 改歌詞回應的時候就說 微博三調美關係 我還有愛知 也還有Facebook 他昨晚在社交平台的 受發文表示 RIP WEIBO 不知道什麼意思 大家有興趣可以聽聽這首《玻璃心》 我已經聽了 都很吹吹吹 支持你們 阿妹 陳芳宇 微博三調美關係 微博三調美關係 我還有IG 我還有Facebook 吹吹嗎 你別以為每個人都是貪你大陸錢 一定要過來你們 賺錢的 你兩面 新的消息 林鄭就在Facebook出帖 他說入院後 經過檢查和照X光之後 發現右手手肘 骨是有部份崩了 於是馬上打石膏固定 讓他自然遇合 我想問他們排隊 是不是不用排隊 他們看政府醫院 立即進入 相信要兩三個星期 這樣就會康復了 感謝馬麗醫院團隊 悉心照顧 和各位同事朋友 送上關懷感到窩心 他們想你死 林鄭 他又說 住一晚並接受 腦部素描 和其他部位檢查之後 今早已經回到禮賓府休息 林鄭又說 有很多位老友說 小病是福 認為這個時候正好 給他這個 停 停不下來的敵手 停不下來的敵手 好好休息的機會 我想他應該會借這個機會 不做的 宣佈說 我都想是一個正面 是一個正面思維的態度 事實上我已經接近三年沒有放假了 今年施政報告前後更是忘得 不可開交 趁此這個手箱休息一下 充電後再帶領香港迎難而上 落實今年施政報告的多項措施 好了 好了 最後想講講2019年11月11號 中文大學發生激烈的警民衝突 五個中大學生被控在二號橋 和返回路一帶參與暴動蒙面罪等 早前經過審訊之後 今天全部 裁定控罪罪成 所有控罪 分別就被囚4年9個月去到4年11個月 其中被判囚最重的次被告23歲 傅凱晴 今早解除代表律師的職務親自讀出陳情訊 我 分享給大家 在某部分人的眼中 示威者犯法就是犯法 就是要負責 有些人也可能 認為法庭的裁決證明了示威者的行為是錯誤的 是徒勞無功的 但我認為 權威並不代表正確 極權下的法律只是政權用以規範人民的行為 的不流血暴力手段 如法庭聽白本人 以上的言論 認為可以用重判形式 令本人從而後悔和反省 那就釋除尊便 23歲的傅凱晴小妹妹 多謝你為香港的付出 感謝你們 好了今天到這裏 讀到最後有一點點不開心 記得按LIKE看廣告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 SHARE訂閱頻道月費贊助 多謝大家 拜拜